嗯 这样碰的话其实真的有点浪费顺位啊 但是又不得不打 灰灰在侧翼先放到了李白 是 而且外面 灰灰血量太残了 队友倒了怎么办 锯齿短喷 哎 打686 686还是一发子弹 知道了 肚子我锯齿短喷 被反喷了 这个结局他四滴血反杀 这怎么想都没想通 是的 局面开始对DSS来说有点尴尬 是 强行进防 关键是857还在支援的过程当中被打下来了 结束了 又是锯齿短喷 所以可以 鱼人是可以扶起来的 好像没救哎 没救吗 没救鱼人 刚才不是在摁吗 我好尴尬呀 是我看错了吗 我刚不是感觉两个人在他旁边都没有人 似救非救的感觉 是的 这怕吃雷吗 难道不是很多了 就是刚把十九揪起来 Monster已经拉到外围 跟队友打一波配合没问题 这个配合看起来比RBS科学多了 FTV这里 张哲勒在外面也没办法 因为近点拳倒了 他就打他这个跑位就跟裸跑 就是裸跑 感觉其实打的已经有点变形了 王仔还能救 相当之变形啊 非常的变形 要去打突围了感觉 看到一个背身 火梁 背身出枪 快准狠 还有一个残血 是的 跟白狼马一起配合 拔下了敌踢的这个坑内 顶上呢 顶上他走 可以是在枪线追击 嗯 只能被迫先进防御去了 这个圈形沾了一点 刚才那个四圈预判 然后又远了一点 这个圈也太左右 是 要接车 潘多拉 坦克一个人飞过来 落地就倒 对我一个 飘移落地 这是不同方式的落地就倒 是的 捷雷托子弹给FTV送了几分 安慰 嗯 啊 FTV还有这个 用雷不就是炸鱼吗 是的 炸鱼有点难 斜宝放到75 直接补掉了 是的 啊 又倒一个 是的 彻翼队友连续的放倒 瞬间 SMS没顶住啊 是 考虑这么翻进来 直接脸上有个人在等着他 有点萌 直接补掉 补鱼 是的 他能推啊 他起推点 对 再全 屁股后面也没人 啊 这个赛季的另一 另外一位 双鱼亮点选手啊 是的 拿到一个击倒子 去找天霸打架 嗯 关键是前点位 只有两个兄弟刚刚到点 对于天霸来说 等于这两个兄弟被夹了呀 圈外打了圈内 龙宗泉这里用连鱼 天霸禁典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人已经浮起来了 不如看看I7禁典打 崔奇妖加奇妻的组合 但是 实际上已经听到了应该 这为什么妖妖也倒了 是的 打一个 架出货点 埋掉一个 今天的崔奇妖真的是撞得太顶了 因为崔奇妖它其实是有敌人信息的 它是有I7信息的 它踢到脚步了 贴了 阿伟 直接踢到露露脸上 这两次击倒我还不贴 这样的话显得很没有面子 但这个摩托手卡住了门口 抓到对方扔头之物的机会 但是并没打掉 没有打掉血 是的 小依侧面 Cora 打侧身 打掉一个人 妖妖已经被补了 一个一个来啊 这FM 嗯 龙宗泉正面 顶住压力 放到露露 想补分 还能救一手队友 是的 I7的那边的话 妹妹跑了 现在TYE从房子里面拉出来 可能要跟天霸打 这是因为他们站位太分散了 你得救人啊 天花时间救人 要喷着落地被喷 哎呀 这686 阿威在高点是放到了牙匹 那只剩最后一个人 永远倒了 不着急 但是突破 李俊杰 哎呀 这是最后倒在了慕子李的枪下 是的 慕子李现在打远点 有一手的 哇 俊杰这个686 连喷三人 感觉没有慕子李这杆枪 还是能操作一下 是的 因为还有给他换子弹的时间呀 是 是 北边也在打 KLG跟ACG 林树倒 林树这个位置被锁很久了 这个左下角打得这么high ACG不想去圈一手吗 这边有分可以拿呀 妹妹本来想过来拿分的 结果跑到一半被底下的队伍给发现了 嗯 这一分被黑猪给拿下了 而正面的话 小唐又是放倒了对方一名选手 是 DDT派了三元大将过来劝架 611个人 在看架 是 屁股要糟纵了 来了 效率很高 扣的129 连续的拉枪打了两人 是的 唐弟弟还在南边 唐弟弟最后是拿了两个分数 然后DT拿了两个分数 唐弟弟要被轻 看 611在夹倒了 对 这架枪的人倒了 一发双鞠 是的 611还倒在了蓝白之间 你看他能不能爬进去 CTG 这一波对CTG来说很关键 Forever先手放到了王操操 远点架枪 泡泡也是被打下来了 高点这个位置很关键 逃跑 是的 先进防部区 队友权在马路对面 但是 背后来人 掏了一手 Forever的屁股 龙东权直接被连打带补了 是的 小路选择先冲到房区 现在管不了了 先搞脸上的 Forever又是出枪 将木字里放倒 嗯 这样马路对面全倒CTG 哎呦 这样人救不了了呀 进防之后 其实KRG对Forever的影响就不大了 Forever打的真的太果断了 是的 这个时候就不能犹豫 就是不可能再被KRG所影响之后 我在外面左呼右叛 就是直接冲防区了 明知道防区已经倒人了 是的 而且这波永远的突 今天大栓狙的镜头真的很多啊 放到了林墙给了Forever 就补掉 嗯不太好 人距离有点远 想绕左侧左侧 啊我已经过马路了 胆子很大 他应该是舔了天没所有的雷吧 但这波其实 我好凶残啊 永远顶的是真的 好快 是 后面其实只要有人架就可以 因为他本身掩体就不大嘛 是的 那这个过点 哇太悬了 这个时候如果倒地就完蛋了 就是要救 好 扭一下扭一下可以了 阿维这里 脚路前面是中了一枪的 要都没打直接就 是的 好兄弟 另一侧KRG反而是被ACG给架死了 这个三刀上不来 嗯 R78已经在北约等好了 是的 等候多时 他这边人也挺多的呀 2.2 嗯我这个小反坡取身不断的peak 有一个伏地的人先锋侧身一边 手上有三颗雷 是的 ACG的架枪击倒了旺仔并且把他补掉了 是的 哎不是是DDT的枪线 是的 他是等于是K了一下击倒K了一下淘汰 因为我看枪线基本上我ACG那里更近啊 是的 F20想要主动去进行防守就给了Pico 危险 整个西侧DDT可以全部控制住 没人 哇四人一车 这只要扫 有雷兄弟 其实只要倒了就没事了 倒了蓝圈会帮你补的呀 这不真可惜了 最好其实是先扔雷再出枪 对吧 是的 FM来了 FM这边雷多 阿维打了一个 对 先击倒一个 旁边有人 雷可真多吧 小路远点放到了马东西 倒两个 三打二 二打二 永远这会把是真的一直在顶啊 永远还可以救 还可以救 是的 能救 这把推起来了FM 是的 势如破竹 小掩体 傻婆 挂猪 发现了 黑猪是先发现的小路 但是想回头打状态吗 被永远找到机会 嗯 永远不离 其实只要看出人不拉近点就行了 这和雷 确实有一 你说他准吧 他也挺准的 确实 KID好像不好跑了 DGT四杆枪架住 南边控制住了 现在是三足鼎立 FM是距离度 这个雷差一点 没这个油桶感觉 KID已经倒了 永远的侧身 有人 有火 Spaceman放到了Forever 但是KID已经被 阿伟打扣了 是的 反正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血量正好是被燃烧瓶引爆了 是的 小路要顶过来了 FTY也在往下走 扣的 暂时队友帮不上没办法了 这应该被补掉了 圈往北边走了 这样的话FM是选择 FTY就有机会了 他出手了 高兴可是雷将阿伟炸到 KID就服不了了 小路一个人在南部对抗 是的 FTY这把机会大了 等FTY落位置 在找小路的位置 两个人一对一 哇 Groza没打过七轮二 决赛圈三打三 Spaceman在打状态 FTY这个时候还不顶吗 高兴看到许身 就看到了 这个时候 这个雷扔进去就没了 扔进去了 太近了 这个做不了什么事情啊 DVC的队友 很细节 风 用火风落 防止你扶人 许身跑位 许身跑位有可能会给Space 露侧身 被埋了 但是 面对两个人的枪啊 是的 补枪很快 Monster立马转枪头过来 是的 二打一了 这的话只剩61一个人 61能创造奇迹吗 61位置是基本锁的 是的 早就知道了 他这个位置 FTY在